生态鱼缸设计几个小躲壁,对鱼和虾有很大作用。 然后再看这个大贝壳下面有一只虾,也是一个带卵的这个虾,黑壳虾,不知道在里面干嘛,底下还有一只公的虾在那里,一直在拨动它的卵。 是不是估计也在残暖啊,你看它的动作,这有一只苹果螺,苹果螺在这里吃这个枣。 你再看一下这两条巴马鱼也在里面忙活着呢。 一拍到它,它就不动了。 给大家看一下我这个刚搭着这个新钢啊,环境还可以吧。 然后上面呢放了几条这个三角灯啊,从这边捞过来的。 捞过来这边看一下它们会不会群油啊。 结果还是没有很好的效果啊。 这条母的孔雀鱼呢,估计也快生产了。 但是鉴于我之前培养的已经有40多条那个孔雀鱼,苗了啊。 然后我就不再让它隔离生产了,就让它自然生产吧。 能活下来就活下来,活不下来就算了。 这个就是我最原始的这个生态鱼缸啊,没有打氧也没有过滤。 然后任凭它们在里面随便的活。 突然今天发现这个井改变之后呢,这个巴马鱼开始群油起来了。 也不知道为啥,一直围着这个像垃圾堆一样的东西在这里群油。 然后我就把这个三角灯捞过来了,结果它们反而没有群油。 好吧,过几天再看一下它们会不会群油吧。 赶紧放进来。 再看一下这两条。 哎,跑出来了一条,那个母的跑出来了。 是不是产了,产完卵了,哎,空的也出来了。 好吧,本期节目就到此结束了。 喜欢的记得点下关注哦。 拜拜。 拜拜。